大角咀人氣台灣餐廳哪個 最近在北角開了新的分店 餐廳在2019年由幾位熱愛台灣的香港人創立 短短幾年就已經很有口碑 很多客人都專程過去捧場 我們店鋪主要主打賣的就是台式便當 專門賣便當為主的餐廳 我們最出名的就是老排骨便當 其實本身在台灣都是一個最受歡迎的便當 台灣的朋友他們乘火車 或者就算日常的時候 他們都會很喜歡點這個老排骨便當的食物 其實雖然跟台灣的做法有點不同 我們是配合了香港人的口味 會比較香厚一點的 餐廳先將排骨炸到脆身 再用備製的台式滷水汁輕輕浸泡 排骨厚切之餘外形更大過手掌 細食的客人都應該很難吃得完 份量這麼誇張難怪這麼受歡迎 至於我們北角新婚店 其實有些新的菜式在裏面 包括到麵食 最主打的當然就是來開紅燒油露麵 湯底 其實裏面都有運用到不同的蔬果 還有一些香料 八角 花椒 辣椒 還有豆瓣醬之類的一些調味 令到那個湯的味道非常之豐富 牛肉方面我們挑選比較貴的牛肩肉 因為我們覺得牛肩肉 跟肉的比例比較平衡 吃下去都會口感好些 不會只有肉比較膩 麵條特別訂製自家配方黑橋麵 軟蛋掛汁 湯底濃香野味之餘 又不會過鹹 附近的街坊有福了 加熱雞肉其實很多人不知是甚麼 但其實是一個台灣的 非常地道風味的食物 我們把它放到半面 加上一個紅蔥秘製的醬 拌出來 其實外面都一定吃不到的味道